这集介绍一下非常的压抑的一首曲子 或者是悲伤也好 反正是这种类型的曲子 这个曲子跟之前的童年模式是一样的 一小节分一个和弦都和两个和弦的 那一个和弦的话呢 那就是弹五个键 然后两个和弦的话就是跟爱丽丝模式一样 弹三个键 然后整体的曲风比童年更压抑一些 如果是特别不喜欢这首曲子的话 你就可以跳过这个曲子 因为这首曲子里面它没有什么新的知识点 只不过是这个曲子稍微比童年难一些 然后篇幅的话稍微比那个长一点 一共两页 不过有一大半都是重复的东西 我先来弹一下感受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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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是这样的一首曲子 这个曲子的模式 左手模式几乎跟童年一样 当然有一点点细节不一样的地方 我主要讲一下这个细节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一小节两个和弦的情况下 它这个模式就是爱丽丝的那个模式 跟童年也是这个样的 AM同样的这三个 然后什么G和弦也是这个 F这个都一样 EM这个 然后DM这个 都是空三个空两个这个距离 什么前面有什么字母的话 那你就从那个字母开始 比如说DM的话 那你就从这个开始 然后空三个白线 空两个白线 就空三空二这种 A 然后G F EM 都是这种弹法 只不过是 一小节两个和弦的情况下 出现C和弦的情况下 你可以弹四个键 可以这么弹 当然这个是不常规的和弦 是这么弹 如果你嫌麻烦的话 可以就弹这三个 就是C和弦可以这么弹 我示范一下 开头 就是 米拉西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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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Si La Si 右手 Do Le Si La Si 这件的时候 左手就可以这么弹 我弹两种的 你可以感受一下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是弹四个的 我再弹一下 弹三个的 就是常规的那种弹法 这个就是常规的弹法 是很细节 这个是随意 你想怎么弹 就可以怎么弹 我说了是两种选择 一个是正弹 还有一个是正弹 弹四个弦的 然后一小节一个和弦的情况下 AM的话跟童年一样 童年里面也是那么弹的 弹三个常规的弹法 然后后面加两个白键 AM和弦 然后C和弦的话 也是一样 跟童年一样 所以还是那个概念 如果你前面的童年弹过 这首曲子就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你就把跟童年的不一样之处的那一点点的细节搞定了就可以弄了 然后E和弦 E和弦的话呢 这个是常规的 所以后面出现两个黑键 这个我在教材里面已经标好了 E B E 然后F声 G声 这个就是之前没有见过他就这些几个这个左手的和弦吧就就没了 然后右手的部分的话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啊都是也都是属于常规的东西啊 嗯 这个曲子啊多听一下那个曲子啊多听一下那个曲子 因为他这个难度不大 打我的微信啊 32141320 全部都有详细的视频讲解 还有这个配套的教材啊 从零开始 一步一步整学 全部都有的 在家里面就可以学啊